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刚才呢有个客户来大崔的工地来参观 并且呢我们谈了谈报价 觉得咱们工地他能看得上 但是呢他说报价稍微有点高 业股已经走了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说 不同的工艺是要对应不同的费用的 给大家简单的看看咱们 就是说好的工艺就是说你有哪些差别 可能你看工地的时候可能你看不到 比如说啊我们就拿这个吊顶来说 现在呢这个屋做的是石膏板线的一个吊顶 如果说我想省钱的情况下 现在我这块水平仪已经给大家 绿线已经给大家打出来了 所有的面全是一个水平超平的 但是我想省钱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的楼顶 它并不是就是开发商给你做的这个楼啊 它做不到那么平等 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 这块已经完全贴顶了 你看到这个地方 到这边就相差了两厘米的一个厚度 这样怎么做呢 我们后期要粉刷进行把它找平 如果说我想省钱我会怎么做 我直接顺着墙捋 捋一圈 捋一圈之后你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然后呢我们做粉刷的时候也就 粉刷手中的石膏也会很少 直接就超平了 这要从工费 从成本上 从材料上都会节省很多钱 但是整体的效果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差别 尤其是打了灯光之后会有很多区别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 这边吧 这是床头啊 床头的咱们这个两个插座 你看见 从两边扫过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标准 就是你安装的时候 工人安装开关插座的时候 直接这边安到第几个孔位 那边直接对应的就是平等 完全做到平等 就是说你安装的时候都会很省事 工人跟工人手艺跟手艺是不一样的 就是还有这个石膏板线的一个微型槽 是吧 你看有些工人确实也是做了微型槽 你看有些工人动脑筋做的这种微型槽 我看一下这个工具啊 他们就是简单的啊 木工做了一个简单的工艺 拿微型槽 直接就可以做成微型槽 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 然后呢操作下来就能在吊顶开裂方面影响很大 这就是不同的工艺会对应不同的一个报价 不能光看价格 虽然说硬装的话都是工人在干活 但是啊就跟咱们去理发店理发一样 有学徒的费用啊 也有经理级别的一个费用 是吧 不一样 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大家呢在选装饰公司 或者说选哪个人给你装修的时候 可以到他的工地去参观参观 去看一看他的工地的一个做工 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后再下单会更好一些 我阿翠 关注装修每个细节 下期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